我把采样膜放在 科学家的电子显微镜底下 我就看到它的样子 它不是我想象中的 一颗一颗一模一样的小米 它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混合在一起 这个混合会增加它的毒性 还会让它迅速变得更多更大 它们之间可以发生化学反应 这种科学院告诉我 它的来源是什么 燃煤 燃油 生物质燃烧 工业 养殖 化肥 阳尘 绝大部分都跟人类的活动有关系 如果你对它加以归纳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大部分从哪来 这就是结论 中国的PM2.5 60%来自于燃煤和燃油 也就是化石能源的燃烧 PM2.5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 火山喷发和森林大火中 就有大量的锡克力 从钻木取火 学会能源开始 人类活动就在制造PM2.5 煤炭的大规模使用 曾经给英国和德国 带来过严重的弹烟物 而石油时代到来之后 燃油给美国 日本 带来过大气污染的沉重后果 此时此刻 实际上还有很多处于工业化竞争中的发展中国家 像印度 伊朗 巴基斯坦 阿富汗 正饱受化石能源燃烧的污染困扰 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 体量巨大 导致两种能源的燃烧强度都很大 这种燃烧的强度有多大呢 我们可以来看看 在2014年 这个数值可以代表全球化石能源燃烧的燃烧强度 你可以看看中国有多亮 那个烧的发红发亮发白的地方 就是我们国家 从图标来看的话 它比欧洲高出三到四倍 我们烧了这么多化石能源 而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煤和油的污染物之间 可以发生大规模的化学反应 我们燃烈的污染没解决 汽车的污染叠加进来了 中国的现在这个污染 基本上是燃烈的污染叠加 多种多样的物质 大气里进行各种各样的反应 空气经稳条件 污染物还是这么多 但是不巧的是 这些污染物没扩散 它之间反应 这就是二次例子 外物的欺负 沾连 碰撞 和病 都混在一起 我们不可能改变这样的条件 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 这个自己的办法就是源头剑